大家好 我是李沐阳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今天是美东时间3月29日星期五 亚太时间3月30日星期六 今天有两部分内容 一个是结合着两位网友提供的情况 来说一说中共高层的格局变化 习近平把自己扛着的一个重要职位 交给了他的铁杆亲信蔡奇 另一个是美国的货轮撞桥事件 黑匣子的数据显示撞桥之前货轮出现异常 而且有相当专业知识和经验的二富朋友 分析认定完全是故意撞的 有中共背景的香港《南华导报》在昨天报道 政治排名第五的中共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 已经接掌了中共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组长的职务 有三名知情的官方消息人士表示 习近平已经将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组长的职务 交给了蔡奇 从去年上半年就已经接管了 报道表示这种职务的任命官方通常不会宣布相关的讯息 但是可能在日后的某个官方消息当中披露其中的主要成员和职务 蔡奇成为中共新的网络沙皇 她将掌控着50万亿人民币的数位经济 这个职务头衔 此前一直都是习近平亲自在扛着 从2014年成立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以来 小组组长这个职务就一直是习近平兼任 时任中共总理李克强任副组长 习近平把这个位置让给蔡奇 有两个目的相当明显 一个就是要加强对网络的控制 习近平当初成立网安信息化领导小组 目的就是要加强中共最高当局对网络的管控 有一位中国北方的网友 前不久被当地的派出所警察给请去 喝茶三个小时 网友表示 声称网友登陆外网 看油管视频和推特贴文等等 被警告之后就让网友回家了 网友的邮件中表示疑惑 自己从没有发表过言论 以前都没事 怎么现在突然被找上门了呢 还有一件事 经常跟网友联系的北京网友表示 他的一个家住西丹的朋友 最近出门在楼下 遇到了警察 问每一个人是不是楼里的住户 有点类似人口普查 问你家住着几口人 朋友刚要开口 警察已经把他家的每一个人的名字念出来了 网友指出这是新升级的 网友反馈的这两个情况显然不是孤立的 很可能跟蔡奇成为网络沙谎有关 习近平曾经说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 习近平所说的国家安全 实质指的是中共的政权安全 是他屁股底下那把椅子的安全 蔡奇的仕途我们都知道 是跟着习近平水涨船高上来的 他靠的就是奴言谄媚 可以阿谀讨好习近平 习近平把看重的网络安全领导工作交给自己 那么怎么也得干出点样来不是吗 让老大看看没选错人 所以蔡奇很可能有受宠若惊的感觉 竭尽全力得对得起圣上的栽培 因此可以预见大陆民众的网络活动 应该会被监控的更严 翻墙可能会更不容易 但是大家可不要真的被吓住了 其实我向大家推荐过自由门 这比所有的VPN都安全一些 几秒钟就自动换一个IP地址 虽然说比VPN的速度稍微的慢了一点 但是安全性却有了保障 中共网警查不到 再说习近平第二个目的 他有意给蔡奇扩权 然后再假手蔡奇防范打击中共的其他官员 这是他的第二个目的 大家知道大量中共高层反对的情况 习近平是清楚的 早前有江曾派系等这样的政治死敌 到后来由于习近平的倒行逆施 反习的人和中共的帮派越来越多 虽然目前的中共高层几乎都是习近平亲自挑选的人马 但也并不是每个人都绝对忠于习近平 最起码在习近平的眼中是这样看的 所以才有秦刚李尚福的落马 就是说习近平对谁都不可能是完全放心的 对谁都有几分猜疑 当然这里也包括他一路提拔起来的中共老二李强 以前习近平扛着网安系计划领导小组组长 习近平感觉到很累 他不可能把每个人都监控起来 浑身是铁你能粘几根钉子 把这个职务交给蔡奇就可以起到一箭双雕的作用 蔡奇接过这个职务自然对习近平要感恩戴德 因为手中的实权就证明了地位已经比李强高了 大家知道在中共的政治生态下 排名先后并不是特别重要 主要还是看个人的分管工作内容 那才是决定手中有没有实权的关键部分 握有实权的人说话自然就有分量 所以蔡奇虽然还排名是在第五 但手上握有实权 因此他事实上就已经做到了中共老二了 这个习蔡统治实质上已经取代了习礼格局了 这样一来的话受宠若惊的蔡奇一定会更维护习近平的权力 当然是维护习近平表面的权力 因为蔡奇这个人大家都清楚 他的面相就显示一脸的奸臣像 表面上对习近平阿谀奉承 可能心里未必是这样 说不定在某个时候 蔡奇可能就会给习近平来那么致命一击 不过在表面上蔡奇一定会表现的是在维护习近平 表现的是在执行习近平的命令 尽量的做到让习近平满意 也就是把所有的人都悄悄的给监控起来 这里面当然主要就包括李强 当然我们还要划分两头说 蔡奇现在虽然是得势了 但可不代表他日后就不会出事 而且习近平也并不是完全就信任蔡奇 习近平现在没有可信之人 如果有朝一日习近平也觉得蔡奇是多余的了 是爱守的了 有威胁的了 那可能就是蔡奇进秦城的时间到了 这部分我们就聊到这下面来关注一下 达利浩撞毁巴尔蒂玛大桥事故的情况 美国公布了肇事的达利浩的黑匣子数据 这个数据显示其中果然有异常 X博主陶苗先生发帖表示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主席霍弗迪 昨天公布了达利浩的航行数据记录器记录的数据 其中显示没有发现监控电视录像 传感器被切断并打开 录音机因为背景嘈杂 语音记录和无线电数据的质量难以理解 黑匣子的数据表明 VDR传感器数据突然停止记录 但是VDR音频在继续使用荣余电源进行录制 过了一会儿 VDR恢复了记录传感器数据 而在这段时间内 方向舵指令和舵令被记录在音频当中 传播驾驶员发出了非常高频的无线电呼叫 请求附近的拖船协助 驾驶员调度员 打电话给马里兰交通管理局值班官员 报告了停电情况 船博的地面速度记录显示不到7节 也就是相当于每小时13公里的速度 到大约1小时29分33秒的时候 VDR音频中记录了与桥梁碰撞一致的声音 让我再对这些信息进行简单的梳理 用同俗连贯的说法再说一下 达利号在撞桥前1小时29分突然出现了不明情况 就是可能是断电了 导致监控没有录下画面 传感器也中断了记录 过了一段时间传感器又被打开了 恢复了记录 不过从出现不明情况开始 录音机却是一直在使用着 融于电源悄悄的录制音 因此记录下了方向舵指令 舵令以及驾驶员非常高频的 无线电呼叫等等 从黑匣子的记录数据来看 达利号的确是不正常了 陶苗先生分析认为 有可能是中共用牵引技术 操控船舶精准撞向大桥 不过这只是这位博主的看法 是他对异常情况的一点分析 但是这与另外一位博主老登 从大陆国安内部得到的消息是吻合的 老登得到的消息表示 撞桥事件是由中共国安所为 目的是重击美国经济 迫使美国在南海台海收手 前天节目中 我跟大家还提到了一位网友的来信 表示撞桥事件不是偶然 那位网友说 如果把抖音周寿兹 马里兰大桥被撞 肇事船只注册地在新加坡 不是恐怖攻击 这些关键字联系在一起就有意思了 这一切都符合中共超限战标准 当然了有网友在下面留言质疑 认为网友的话是不能信的 其实我跟大家说 我说是网友 这不过就是一个统称而已 有的确实是不知道身份 只能称为网友 但也有我知道身份 却不能透露的 所以我都得统称为是网友 事实上是有专业人士的 比如我下面要提到的 这位进行分析的这位网友 就是一个相当资深的专业人士 他对撞桥事件进行了认真的分析 最终得出的结论是 完全故意撞的 在说这位专业人士的分析结论前 提醒大家 蓝莓优品已经推出了 春意盎然迎春送礼活动 一直到本月底 除了一些特定产品之外 全场产品都可以使用我的折扣码 享受85折购物 另外您在购物的时候 如果达到了150美元的 就可以得到蓝莓优品送上的 10美元礼品卡 满260美元会赠送给您一盒 价值30美元的 Dermarola极光玉林面膜 如果购物满300美元 那么送给您的 就是价值20美元的礼品卡 这个礼品卡跟之前 我们给大家的现金券是不同的 礼品卡可以在下次消费的时候 直接折理现金 并且还可以跟其他的优惠叠加使用 而这个现金券就不行了 它不能叠加使用 网址就在视频下方 大家可以放心选购 如果不会上网购物 您可以拨打电话 请工作人员为您下订单 电话就在视频下方 下面就来说这位专界人士的分析和结论 前天节目播出之后 我收到了一位加拿大网友的来信 为了不泄露这位网友的个人信息 我只能把这个邮件的前半部分做这么一点截图 也是邮件的主要部分了 这位网友是大学毕业 之后先是在某家大型远洋公司工作了两年 后来讨厌被中共控制的企业 就去了某个地方航运公司 在那工作了多年 仅仅是跟货轮跑 也就是跑船 这个时间就有七年 也就是海陵七年 这位朋友后来移民到了加拿大 离开中国的时候 职务已经是二副了 我们知道轮船上的职位 最高就是船长 然后是大副 紧接着就是二副 二副这是仅次于船长和大副的货轮驾驶员 所以这位朋友二副的分析 我认为是比较权威的 那么这位曾经的二副是怎么说的呢 这位朋友首先针对达利浩的灯光异常 做了一些解释 他写道 夜间轮船航行是关闭灯光的 除了航行灯之外 航行灯是夜间辨别轮船航向的 左红右绿还有两盏白色微灯 前微灯低于后微灯 另外在尾部还有一盏尾灯 一般是在国旗杆的顶部 红灯在驾驶台的左侧 绿灯在驾驶台的右侧 生活区外部有一些灯是开着的 之所以关闭其他灯 是为了夜间辨别辨认船的航向走向 另外还有海上避让的问题 绿灯让红灯 这部分的解释让我们知道了 即使在夜间行驶 货轮上的航行灯也是不能关闭的 航行灯就是左红右绿和两盏白色微灯 以至旗杆顶部的那个尾灯 这些灯是用来辨别轮船的航向 以及海上避让的 不能关掉 所以必须要灯光亮起 此外生活区的那个外部 也有一些灯是亮着的 因为人看不见东西也是不行的 但是达利浩在港口附近突然间出现了灯光全息 明显就是不正常的 那么究竟达利浩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不知道 我们知道的是灯光异常已经加重了外界的怀疑 那么面对着轮船失去了动力这个说法 这位专业的网友指出是极为少见的 有件中表示 轮船在航道上失控是非常非常罕见的 除非是故意的 从这位网友这个特别肯定的说法来看 他在七年的跑船当中 从没有出现过在航道失控这种情况 甚至他可能都没有听说过 所以他才说除非是故意的 这位网友进一步指出 万一轮船失控 也不是没有办法让船停下来 他说最有效的使船停下来的办法就是紧急抛锚或脱锚 这样把船杀住 网友解释说 所谓失控就是船没有了动力 没有了动力 船靠惯性还可以航行一段距离 不考虑水流和风的影响 船会最终停下来 如果船失去动力 在船还在移动的情况下可以用舵改变走向 船速越快 舵效越好 只要船还在移动 就可以用舵改变航向 前面说黑匣子的那个数据 我们就已经提到了 达利号当时的速度是7节 每小时13公里的速度 这对于在港口附近的轮船来说 这个速度已经是不低了 而且视频中显示 达利号在桥头还有一个摆尾的动作 这些都可以证明 就算是达利号真的失去了控制 那船上的人可能也没有采取紧急抛锚 或者是脱锚的动作 如果有这样的做法的话 达利号很可能会停下来 撞不到桥上 或者说用舵改变航向 也不会撞到桥来蹲上 网友指出 从撞桥的视频看传速不低 完全可以用舵改变航向 来避免撞上桥蹲 根据视频中反映的情况 以及这位网友多年的专业经验 最终他断定 货轮撞桥完全是故意撞的 说失控完全是借口 这起事件当中 有八名工人当时正在巧面上 其中两人在当天被很快救起 另外六人已经不幸理难了 但目前只搜到其中的两名遇难者遗体 另外四人还不知所踪 被救起的两名幸存者之一 叫胡里奥塞万提斯 他能活下来 他的妻子一再说真是个奇迹 因为他不会游泳 他表示船撞上时 所有男人都在车里休息 那两名被发现的罹难者当中 一个是35岁的埃尔南德斯·芬特斯 另一个是26岁的卡布雷拉 在曾经的桥中间附近 25英尺深的水下 搜救人员发现了一辆红色卡车 里面有芬特斯和卡布雷拉的遗体 塞万提斯的妻子表示 在大桥被撞击前 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收到过警告 他还表示 他的整个家庭都是墨西哥裔 他的侄子也在大桥倒塌后失踪了 至今仍没有消息 他说我们无法入睡 等待着他们是否要寻找亲戚的消息 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节目 请别忘记点赞留言并订阅 同时加按小铃铛 如果大家愿意支持我 视频下方有捐款链接 大家可以对我进行资助 或者订阅我的会员节目 那最后我还是提醒大家蓝莓优品 这是我长期合作的伙伴 里面都是非常好的商品 包括真黑染发护发乳 亚保乐牙粉等等 Nitromia的系列产品 还有各种化妆品 包括雅士兰带小棕瓶 KG5件套 还有雪花秀 以及还有很多的好的面膜 各种茶叶茶具等等 欢迎大家前往选购 所有的商品都是来自厂家 我们的产品都是保真的 绝对是正品 大家可以记住这个网址 也可以把我的折扣码记下来 这样您以后就会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了 好了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明天待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